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阪的偶像宅们纷纷拿出自己的应援棒照明 表示非常好用 位于北海道的摇曳露营粉丝 发现自己的动漫周边也十分好用 运力出现一群热心帮助穷苦民众的小组织 并获得当地政府的褒奖 假的小组织猎杀并为物种 企图毁灭世界 真的小组织帮助穷苦民众获得政府表扬 满意宣布2019年教师节 将辞去阿里巴巴董市局主席 从阿里退休 重新当一个教书育人的教师 我人生中第二大错误 就是没有在犯下第一大错误后及时改正 现在我终于想明白了 漫威蜘蛛侠发售数月前 一名玩家联系开发商 希望能够通过游戏 向自己的女友求婚 开发商答应了他 在街角留下求婚彩蛋 愿意嫁给我吗 然而在游戏发售的前一刻 男子被女友翻手 近日 谷扑网友发帖称 自己上小学的孩子带回家的家庭作业室 让家长带领孩子 在家数一颗米粒 并带回学校 大约中8吨 在家长的质疑下 老师迅速道歉 趁不用看到学校数完就行 不吃不喝不睡 一秒钟数三粒 大约要数一年 事后老师承听到 只是为了培养孩子 对一亿这个数有多大的认知 孩子们表示已经深刻的认知了 该老师数了 南京一名父亲不让孩子玩游戏 抢夺期手机 却被300斤儿子夹在身下动弹不得 最终选择了报警 警察表示 黑门后的画面过于折血 无法直视 令人窒息的操作 近日 一女装大佬贯通 被无袭警方抓获 警察称 本来一直没头绪 结果 该大佬 为了证明自己是女性 在大街上热舞 以来大量群众围观 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才讲起捉拿归案 令人风骚的操作 天津一女子网购一堆面包后 是玩拉肚子 为了证明面包有问题 让闺蜜确认一下 闺蜜吃了之后 果然也拉起了肚子 令人虚脱的操作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令人懵逼的头条 近日 魔道组是粉丝 逼死黑肥一案 迎来巨大翻转 原来该事件 尽为编造 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 我网友自信大V 称魔道组是的粉丝 人肉质疑作品的女教师 一起刺杀 一众大V 纷纷转发 甚至包括央视 一时间 丹米圈人心惶惶 更更猜测此事 恐将为丹米圈 带来灭敌吃灾 然而事情很快翻转 警方进入调查后 最终查清 该事件由该网友 自打自演 并不存在 非逼自杀的女教师 然而在事件的 反复拉锯中 粉丝和黑粉 互相攻击 乃至互相举报 有可能为整个圈子 带来严重后果 在此我们呼吁 经理性对待双方矛盾 不要上升到 一起大范围关注的高度 不要给有关部门 添麻烦 否则对大家都是一种伤害 来看看一次元观察 哎 最近美食阿部主很火啊 今天的一次元观察 就为大家介绍一部 备受好评的美食作品 作品把获取食材的过程 用料理的处理方法 以及吃美食的快乐 都展现出来 有人忍不住流口水啦 那就是 五公饭 等等 那个是美食像吗 是的呀 这可是一部教你 如何在地下城 就得取材 用身边的材料 打造出一顿 完美的美食的杰作 本作漫画 2015年开始在哈塔连载 获得了很多荣誉 而且是作者 久景亮子的 第一部长篇连载漫画 也被人亲切地称作 舌尖上的地下城 被爷穿越到异尖 不仅如此 作者详细地解释了 地下城魔物的生理构造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更好的料理魔物 吃得放心 简单来说 这就是一部主角一星人 争分夺秒 在同伴为恶容消化之前 一边吃着魔物 一边向下层前进的故事 我就算饿死 我也不要吃任何一个魔物 吃人香 这部作品 题材新奇 画风七星 故事节奏张弛有度 在搞怪的都市 不断地推进主线剧情 既有科普作品的即视感 也有搞笑作品的专属演艺 总之 是令人十分开心了 好了 看过这部作品后 大家在穿越到一世界后 就再也不用担心饿肚子了 那么本期的人类观察就到这里了 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